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 我和老公决定去吃餐好的 慶祝这一个特别的日子 你今晚打算去试一间 在网上也有不错评价的奥马克思 其实这间餐厅我们在疫情之前 已经去过一次 当时他们的菜式 其实还有一些单点的菜式和奥马克思 但现在他们只是做奥马克思 而且一定要预约 客人也需要在订桌时给所有钱 今次要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间SUSI GIN 进寿司 他们的奥马克思每一位 连服务费和税的价钱是$300 其实价钱真的不便宜 不过结婚周年就豪一次 每个时段的奥马克思 只会招待六位客人 这个极尚的奥马克思 包括18度精致的佐酒小菜和手握寿司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酒 给客人选择 而要品尝美味的寿司和鱼生 我的首选当然是日本清酒 今晚还很开心 认识到另一对夫妇Candy和Daniel 一起去吃这个美味的晚餐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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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他们来庆祝结婚周年纪念 实在太可爱了 俊师傅现在帮我们磨一些新鲜的芥末 新鲜的芥末特别香 感觉非常清新 我还看到士养在处理一些紫色的花 但我又不知道那些是什么 士养告诉我 这些是紫苏花 新鲜由日本空运到温哥华 这些可以吃的紫苏花 有很香的紫苏香味 可以用来装饰刺身 俊师傅还会利用这些花款 造成有紫苏香味的紫苏盐 真是物尽其用 说了这么久我已经很饿了 就让我介绍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就是活龙虾刺身 俊师傅首先滴了少许上等橄榄油 和秘制酱油在龙虾刺身上面 然后再加上鱼子酱 和刨了少许日本油脂皮上去 最后用紫苏花造装饰 完成这道精彩的活龙虾刺身 橄榄油令到龙虾刺身有一种优滑的口感 加上新鲜龙虾的鲜味 好吃到不得了 第二道菜就是蒸煮鲜鲍鲍鲨鲜技 俊师傅一定要准确地 掌握煮鮑魚的時間 否則鮑魚就會太老 蒸完鮑魚汁 會用來煮湯汁配搭鮑魚 最後灑一些紫蘇鹽提鮮 鮑魚煮得剛剛好 非常鮮嫩 湯汁也完全融入鮑魚鮮味 超棒 超棒 另外鎮師傅還特別用了紅酒醋 代替壽司醋做壽司飯 目的是減少醋酸度 同時帶出飯的甜味 下一道菜就是照燒銀雪乳 看到鎮師傅很快地用小火 把海苔拿走 他解釋說燒過的海苔不單可以令它更脆口 亦可以提升它的營養價值和香味 這個照燒銀雪乳入口很滑 燒汁的味道剛剛好 亦保留魚肉鮮味 做得相當出色 然後就是龍蝦味珍帶子湯 龍蝦味珍湯用了剛才的龍蝦殼一起熬 有少許海鮮味 而帶子也相當鮮甜 吃完精彩和出色的前菜後 輪到手握壽司出場 首先出場的是Shima Aji 俊師傅很細心地用小鉗 將魚肉上的血管拔掉 然後塗鼻仔醬汁在魚山上 這個Shima Aji 魚味不太重 油脂多肉質非常新鮮 蛋牙很好吃 接著就吃這個 章紅魚手握壽司 這件章紅魚的調味 亦用了廚師的秘製壽司 甜醬油 然後再加了少許蔥花 這個章紅魚非常新鮮 肉質結實之餘油脂亦很多 沒得頂 接著就是池魚手握壽司 其實平時我都不太喜歡吃池魚 因為我覺得魚味太重 不過因為這個池魚很新鮮 我覺得味道也不錯 接著就是南奇中拖羅 這個中拖羅果然沒有令我們失望 好吃到不得了 而且很新鮮 有入口即溶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 章師傅又拿了另一個秘密食材出來 你猜它是什麼呢? 原來這個是章師傅自己做的海膽鹽 非常特別 海膽鹽聞起來有很香的海鮮味 我真的想快點嘗嘗它的味道 章師傅現在又為我們做另一款壽司 就是蜜魚壽司 廚師把少許海膽鹽放在壽司做調味 然後上面再放一片用蜜魚汁做的脆片 非常精彩的配搭 這個由蜜汁脆片、鮮嫩蜜魚和海膽鹽配搭而成的組合 完全將蜜魚壽司提升到極致的層次 通常蜜魚刺身都有少少黏口的感覺 但這個很爽口和鮮甜 下一道菜就是雪長蟹 這道菜是由三文魚子、壽司飯、蟹糕混合蟹肉 還有雪蟹柳的蟹柳肉組合而成的 這道菜真的不是說少 真的好吃到瘋了 鮮味到不得了 我們每個都吃到嘩嘩 前面的菜式已經令到我們驚喜了 但廚師還繼續為我們送上美食 他告訴我們我們很幸運 今晚可以吃到北海道海膽 因為全大溫最後一盒在他手上 下一道菜就是鮮帶子北海道海膽配魚子醬 把師傅今次簡單地把三種食材放在一起 然後加上少許上等橄欖油做調味 橄欖油將魚子醬、海膽和鮮帶子的鮮味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完全吃到三種食材的新鮮 吃到的就是海洋的味道 然後這道菜其實在餐單上是沒有的 晉師傅特別是用了時令的斑點蝦 幫我們額外做了這道菜 他就用了新鮮的斑點蝦和北海道海膽 做了這個壽司手捲 我想告訴你這個斑點蝦海膽手捲 真是鮮味到不得了 好吃到不想說話 吃完手捲之後 這個時候我們終於等到頂級刺身出場了 這個就是南奇吞拿魚腩的奧托羅 你看這個奧托羅非常肥美 色澤粉紅油脂分佈也很平均 屬於頂級的魚生 雖然已經是頂級的奧托羅 但為了滿足我們的味蕾 晉師傅把中托羅切碎了 再半以調味的蔥花 放回到這塊奧托羅上面 真是把這個奧托羅壽司 做到極致的完美境界 這件奧托羅壽司非常肥美 入口即溶 而魚的鮮甜味道 確實令人回味無窮 當我們享受美麗的奧托羅 晉師傅已經為我們準備下道菜了 晉師傅現在用大拖羅 北海道海膽 一些蝦仔和三文魚子 幫我們做成一件豪華版的軍藍壽司 給我們品嘗 其實不用我多說 你看到這三種新鮮的食材 已經可以想像到這件壽司有多好吃 完全是沒得輸 下一道菜 晉師傅在我們吃第一道菜的時候 已經開始煮了 因為這道菜需要煮的時間比較長 差不多需要過半小時 它就是非常美味的日式鰻魚 這些鰻魚經過過半小時的烹飾 已經非常入味 而且顏色也很美 晉師傅還灑了柚子皮 在鰻魚上 令味道更豐富和突出 這個月子壽司煮得剛剛好 肉質柔軟鮮香味味 雖然我已經很飽了 不過仍然很期待今晚最後一個手捲 晉師傅現在在做一個 吞拿魚腩蔥花手捲 都忍不住拍攝 因為真的很好吃 來到今晚奧馬卡西的尾聲 當然不能錯過 出名的燭蛋 這個燭蛋又香又滑 超級好吃 甜品是綠茶雪糕 不過它的外形很美 像一個背殼一樣 相當特別 我對於今次這個奧馬卡西 真的非常滿意 我覺得晉師傅絕對是 去到米芝蓮的級數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今天這個介紹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記得訂閱 按LIKE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